庄玉成设计师擅长以人文精神为基石 总是从细腻设计的角度出发 用心体验生命力的延续 全毛配的空间 必须从无到有重新架构 对于格局配置经验丰富的装设计师 在与屋主仔细沟通后 风格格局收纳机能全面到位 在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屋主跟案例当中 其实装设计师有很多的屋主 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风格 有一派的设计师会跟屋主沟通很久之后 发现屋主不知道要什么 还有一派的设计师会跟我说 屋主讲的跟最后他要的完全是两件事 那你今天这个房子应该属于第三种状况 是的 其实很多屋主对于自己的风格设定 他不是很清楚 那必须经过我们的沟通讨论 然后诱导他得到他想要的风格 那以本案来讲 屋主他一开始想要要很简单的风格 来处理这个案子 简单 对 简单 但是经过我们沟通反复以后 然后他才得到他要的是新古典 新古典啊 对 你知道因为简单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人文的感觉 是啊 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要新古典 等等他要的 那一般屋主他认为说风格的改变很容易 其实不然 因为风格一改变你的平面规划要重新开始 然后因为风格改变你立面规划也会不同 对 有时候还要动到格局配置 所以牵衣法要动全身 所以我们帮他把图面整个做调整跟修改 真的 如果 我是你他跟我说简单 我一定会朝现代或人文或简约的方向去规划 是 那既然他要的东西是新古典 可是还是得要有简单这种感觉嘛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做做出新古典 但是是比较简单俐落 这次跟客户在沟通 色调上主要是以黑白对比的方式 来满足客户他对于空间想要的干净简单的氛围 白色系大部分是用在墙壁跟门斗门片上面 对 那黑色的部分我们是表现在我们墙壁的大理石 电视墙壁的大理石 以及我们茶坡上 有一些茶坡我们有一些咖啡黑的线条图腾来表现 家具上面我发现颜色也比较重对不对 对 家具跟软件的配置上 我们材质还是用容布的方式来呈现新古典的 华丽竹笼的感觉 OK 所以你的深色跟浅色的比重 还有用的地方是其实要经过考验的 你该放哪边配起来才会刚刚好 对 好 因为我们要知道新古典 又要做出比较简单俐落 其实这两件事情本来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立场 那么新古典当中线板是一定要的 可是这一次的线板可能放的地方就不再像以往 我们会在壁面上大做文章 对 这一次的线板使用上我们主要聚焦是在天花板 那天花板上我们让它用直线条的方式很俐落的方式来产生它堆叠层次的细腻的质感 而在墙壁上我们保持绝对的干净 但是有一些门斗门框上我们还设计出很多立体感的感觉 让不同的场域有它的进退的区别 OK 所以可能没有一个实际的隔肩墙要去分这个空间 但是门斗有界定出来了 好 真的蛮妙的 因为屋竹一开始说的简单跟他后来喜欢的新古典其实是两个方向 可是我们怎么把简单利落的东西放在这样的新古典当中 我们就带观众朋友来看看今天装设计师的这个空间 今天这个房子室内实际的屏数大概有45平 45平对一般人来讲也算大了 可是以新古典来说 今天的空间我一进玄关我觉得它是摆平的气势的玄关 是 所以你的设计上面一定有你的想法才会让房子看起来是有那种气势 特别称新古典 是 其实空间在规划上每一个空间它所有的要线都不一样 那必须经过我们很有经验的模式去操控它 让它的比例跟它的对称形成一个我们要的空间 就是看起来会比实际更大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在今天玄关上 我们把它的尺度拉得比较宽一点点 让它进来有那种气势在 然后在铁滑板上我们尽量称高 画一个圆 让水晶灯能吊饰 让滑里感能下来 对 那地板我们用大理石 那滚边的手法也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做 让它呈现很大气的氛围 所以一个高 然后一个地平的这个特别的设计 其实一百平豪载来讲就是玄关必备的 所以它的气势是有做出来的 通常你的空间里我有看到你很擅长营造端井 而且你的端井绝对不会给我一个 是 常常会柔弯花迷未撑 是的 这次端井的设计上 我们在入口玄关上 跟我们的餐厅的端井的部分 我们用了茶镜 然后去水银 然后用咖啡黑的颜色来做土腾的烤漆部分 让屋主和他的朋友如果进来的时候 他有一个90度的转换 那视觉上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饗宴 这一个玄关我觉得你的规划 除了它新古典 然后可能就是比较大气的气势做出来之外 我们不是只有好看 因为你的设计还蛮重实用的 这个玄关其实实用的机能是强大的 对 这些玄关 我们的规划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纳衣帽的储藏间 对 里面可以把它的所有的电器 所有的行李箱可以拉进去放 因为这个是毛培屋 所以我们一开始规划 然后就把公用卫浴放在循环上 然后储藏室跟厕所 两个都是用隐藏门做法 所以墙壁也是很干净 其实这个客用卫浴的位置我喜欢 而且我也推荐 如果是毛培的话 毛培房贷规划的话 可以把客用卫浴放这个位置 再来它推开门 那个画面是漂亮的耶 对 我们使用的是进口的石砖 然后壁面跟地面是用同一块材质 让它有延续的动作 然后在台面上使用的食材 那墙壁上我们还是用素面的烤漆部分 去做那个柜体 这间客用卫浴不是只有美而已 它的那个机能 我刚刚有去上厕所 左手边壁面那个柜体的机能 很好很强 对 那个柜体里面 我们隐藏了所有的开关箱在里面 然后它还有兼具的收纳 另外就是说我们也用饭店的手法 把卫生纸可以直接隐藏掉 可以直接做抽取 而且我还把它拉开看 它里面可以备用摆好几排 好几包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空间规划 除了美感之外 实用好不好用 是屋主住进来的时候 会感谢设计师的 是 全毛胚的屋矿 不仅格局能够全面客制化 地平也能挑选最适合的建材 今天装设计师以进口地砖 表现俐落简约的质感 在新古典风格中 融入屋主想要的简单 今天在这个45平的空间里面很棒的是 我们规划了三加一房 然后可能是很 卫浴空间 有两到三套 然后我还发现它两个卧室当中 都还有一个蛮大的更衣室 所以我想问 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说 加一房可能是书房 是 可能是客房 那这一房是独立好 还是开放好 这个问题是很多屋主会遇到的 那希望既要开放 又要有隐秘 所以必须要经过平面规划 然后整个视觉 能不能让它通透 或是能不能让它做完全独立 这必须要经过沟通 像今天的书房 其实它是既通透 其实又可以独立 对不对 是 那我们在使用 这次隔间的使用材料上 我们用的是玻璃材质 那一边是茶坡 一面是青坡 那中间夹了 我们雷射雕刻的图毯 那整个做一个延续 从墙壁到门片上 我们做了整个延续 让它既通透又隐湿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你刚刚说你有用茶坡 跟青坡 然后去夹你的雷射切割 天剑 难怪它看起来的颜色 讲不出来 原来逆绝在这个地方 是 好 我刚刚看一下它的书房 其实这个书房 当客房用也不错 对 这个书房 我们从电视墙面 延续过去 大理石延续进去以后 它的背面是一个书柜 可以让它多陈列跟摆设 对 那里面有一个高柜 我们把它喷蒸 跟墙壁同样一个颜色 因为在视觉上 它所做的另外一个颜色 会抢了我们前面图腾的 风采 对 所以在里面 我们把它做成宿舍的表示 对 那另外我们有做一个大的卧榻 不管是要躺要做 还是当客房 它都会很好的使用 那卧榻尺寸单人床吧 对 单人床尺寸 舒服喔 是 好 所以书房到底要独立 还是要穿透呢 其实要因应每个空间格局的条件来做 是的 因为一开始你有提到屋主喜欢 简单的新古典风格 所以黑白色的这个比例 还有它用在什么地方 是经过斟酌的 是 电视主墙明显清楚的黑白对比 对 电视主墙我们的 大概只是比较深黑色的颜色 然后我们在对比上 把它的储藏的机柜的部分 我们用白色去处理 那整个面 它的黑白对比会很明显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电视主墙 这种机柜的线槽的处理 会让它黑白对比的这个部分 是更干净利落 对 因为现场 我们把线全部做隐藏 然后我们在电视周边 有收了一个斜角的大理石的导框 让它更利落一点 看起来更明显 对不对 是 OK 其实在新古典当中 你常说对称很重要 是 所以我相信电视主墙跟沙发 一定拉得中轴线 对 多出来这块肉怎么办呢 多出来这块 我们跟廊道底端的端颈 做一个对称 所以你在开门以后 往这边 要出门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边的端颈 所以它是一个对称的笔子 那我觉得这边的材质 也有在做跳脱跟变化 对 这个材质 我们还是用镀胎去处理 让它产生有镜面化 让它更利落一点 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你的镜面 或是镀胎 这种反射的材质 用得很巧妙 是 因为隐约间空间好像会放大 对 你是不是今天的成板 都用了比较多镀胎的材质 对 在我们廊道里面 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端颈 它还是 我们还是用镀胎的方式去处理 让它就像你讲的 有隐约 可以看得到 让空间可以放大的功能 然后看起来 也比较轻的效果了 是的 好 所以我说 屋主想要的 简单的新古典 除了黑白色系对比之外 有些材质的选择 也会让空间 在简单当中是有质感的 是 今天的这个房子啊 我近来说觉得 它有百平豪宅的气势 是 但我也说了 它实际屏处是45屏 可是 45屏很多人觉得 它已经大了对不对 对 但当你听过装设计师 在45屏当中 放了哪些空间之后 你就会觉得其实 设计师格局 规划的功力真的很重要 是 这是我们这个个案里面 我们总共有三个房间 一个书房 然后玄关 储藏室 然后3加1的卫浴 3加1的卫浴 是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吧台 还有一个热草区 还有客餐厅 对 OK 好 那么在这样的空间里面 放了这样子的一些房间数 还有该有的机能之后 既然还有青石跟热草区 这件事情是让我惊讶的 是的 这是我们在青石区做的一个吧台 那吧台的材料 大理石我们采用灰阶 那灰阶的颜色 会跟我们现在目前的家具颜色 会融成为一体 那它的椅角部分呢 会跟我们端井柜 黑色的部分 会跟我们主墙 电视墙的主墙 会融成一体 OK 所以它会形成黑白对比的元素 好 那么听说热草区的门片 也可以跟空间融为一体 热草区的门片 它是用推拉的方式 那它也是雷射切割 跟我们主墙壁的雷射切割 是相呼应的 它的图腾跟它的线条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今天很多东西的选择 不管是选色或是图腾的搭配 也都是在空间里面 要曾经出现过 可以互相呼应的 是的 但是我还是强调 刚刚我们玄关看到一个储藏 是很好用的 对 其实在今天的青石区 它整个的收纳的机能 对屋主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 是的 青石区除了八台以外 它后面的被柜 它整个我们还是用逃跑板来处理 逃跑板 对 然后跟墙色融合为一体 那里面的收藏量会非常大 每个都可以打开吗 当然 那包括它有一些机器的设备 我们全部把它融成一体 那我们端井的部分 它除了展示收纳以外 它另外两边 两个很高的柜体 它是收纳量非常大的 对称 我以为是装饰性的 不是 它是完全可以收纳的 OK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玄关储藏室 已经可以处理掉 家里部分的东西 是 再加上开放餐厨区 这边的收纳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新古典的风格 是 可以维持蛮长一段时间 是整齐有FU的 是的 45平的毛配空间 五主有三间套房的需求 真是高难度的格局规划 不过装设计师办到 今天的房子 刚刚我们有提过 它三加一房 是 厉害的是说它有四套衛浴空间 是 也就是剩下三个房间 每一间都是套房的形式 对 但是我们要说如果 不是因为毛配屋开始的格局 就由你一手规划 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子 三个房间还有三套衛浴 对不对 是的 这个个案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我们非常计较它的每个尺寸 所以会产生很多菱角的部分 我们把它充分的利用 对 就如掌心房里面 它的卫浴设备 门口 我们有采光的部分 我们让它有一个小的书桌间 做化妆台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逃生口 对 就通到后阳台部分 我们也利用大面的镜子 推拉镜 这个穿越镜它其实有很多功能 第一个它是要遮影 我们往后阳台的门 对 第二个它是能把走道做放大的功能 第三它就是穿越性的功能 那唯一空间里面 铃浴界那一块是非常 你觉得它会非常机灵的 对 那一块也是我们蒸出来的空间 对 对 那磁砖上我们是用进口的 半泡的磁砖 所以它在防滑上都没有问题 OK 而自防的铃浴空间 其实也是这样斤斤计较出来的 对 那它的用的材质 也是一样很单一的颜色 它是全面是粗糙面的磁砖 那它觉得比较时尚一点 OK 好 进到主卧室我发现你外面是比较黑白 对比的这种辛古典 带简单的味道 主卧室的色系有调整对不对 对 主卧室的色系我们这是采用大地颜色 就是咖啡色系 对 那在床头上我们还是用辛古典的经典 用绒布的系列来做它的表称 那我们进入更衣室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更衣室它基本的收藏量以外 我们在原本它窗户的位置 我们还是放了一个化妆台 把它蒸出来那个化妆台出来的位置 还有采光 对 就是因为采光所以蒸出来那个空间 OK 我们进入主卧室空间这里 我们使用的材质还是用半泡的进口砖 那它安全性是OK的 那屋主它本身希望说浴缸淋浴 还有马桶位置能比较近一点 不要冷吗 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编排上 我们尽量争取所有的空间出来让它使用 那在它的台面上我们还是用了大理石 然后下面还是用堆叠的方式做它的收纳柜 OK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主卧衛浴的这个空间的形状 是不好规划的 对 那你还是在你的这个 可能从毛胚房的开始规划的状况下 把它所有要东西都安排进去 但是我今天看完了从客用衛浴 到三间卧室的位置空间我得到一个结论 是 就是当你的壁砖跟地砖可以用同一块的时候 小空间除了可以放大 我觉得它打开第一眼的那个质感 是 其实是非常好的 是的 全毛胚的空间就像张白纸 虽然可以任由设计师挥洒 但如何下笔却是最考验功力的地方 今天主要设计师以精准的格局划分 让45平的家能够拥有三间套房 和一间书房的空间 再加上贯彻黑白简约色调 让新古典的空间 也能有屋主所想要的简单舒适